国盟会不会再次与国阵和组政府 伊斯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表示 如果国盟无法赢得过半议席单独执政 那么国盟将愿意与国阵和组政府 达基尤丁昨晚是在吉兰丹格迪里 出席一场政治讲座后授寻师表示 国盟能够接受和其他政党 包括国阵联手组成联邦政府 但是他说 肯定的是 就算要联手 我们也不会接受西盟 我们的首选是国阵 竞选期间还未有任何讨论 但我相信国阵会接受 达基尤丁还宣称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和熟理主席端尼布拉辛 都曾表达类似立场 伊党此前一决放弃与武统的关系 选择巩固和国盟的合作后 哈迪阿旺曾说 伊党不能接受浑浊的武统 因为里面还有贪婪收贿的人 他当时说 我们没有要树敌 但因为这些浑浊 我们先推迟合作 不过国盟主席穆尤丁今天火速 驳斥有党领袖的说法 强调国盟立志要单独执政 穆尤丁在社交媒体发文告正式听 强调自己不曾赋予一党总秘书 达基尤丁任何委托 以便和国阵谈判 在第15届大选之后和组政府 他说 我祈愿在人民的支持下 国盟能赢得足够的议席 以便能够组织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